本期是头文字弟系列大结局 大家好 我是全叔 时间来到比赛那天 早上6点在度假小屋 拓海和奇界眺望着富士山 无论输赢今天都是最后一天 拓海不敢相信自己能走到现在 奇界说这多亏他当初去秋名山拉人 他预感拓海这次的对手很强 但他不认为拓海会输 毕竟拓海已经成长了许多 西奥1点阿树持骨兼饿来到香根 他们还碰到了许久未登场的板金兄弟 钟离和庄司也是来看比赛的 西奥2点 珍子和沙雪在卢之湖附近碰面 沙雪有一段时间没看到珍子了 珍子在东京参加职业赛 随着对手越来越想他的压力也变大了 西奥3点在度假小屋 10号如奇尔拿手的意大利面 梁介则在分析酒保赢次 除了之前说的他是全能型人才之外 这里再补充一个点 他是百条豪特意请过来的军师 主要是为了迎战第一计划 酒保十分擅长数据分析 特别是针对区间速度的分析而调整 短短三个月 响尾蛇车队整体水平都提升了 夏奥3点半 秋山演艳秋山社和版本 也提前来到比赛场地附近 夏奥4点在信思家 他突然说不想参加比赛 他觉得比谁快有什么意思 他不喜欢太麻烦的事情 这跟最开始的拓海一模一样 不过妈妈让他一定要在 约定的时间去找北条先生 无论要不要比赛都应该当面讲清 晚上6点半自由练习开始 看到高桥兄弟如此亲密 北条豪是有点酸啊 此时酒保告诉他车子已经调校完毕 北条豪的车子是本田NSX 简单介绍下此车外号中营法拉利 他采用大量本田在F1上使用的技术 高刚度轻量化全铝制车身 大排量自然吸气引擎中置布局 他不但具有完美的路弯操控性 初弯加速也是非常厉害 漫画有安排成道和星野进行讲解 他们两个是有来看比赛的 另外经过酒保的调教和分析 按照每个地方领先0.1秒来算 在车手水平一样的情况下 他已经创造了15秒的优势 晚上7点半信思还没有来 虽然酒保确实准备了备用车手 但他坚持要等到最后一刻 练习时我们还看到了管制性二公和酒精 接着北条豪来看弟弟比赛 而北条豪也自觉地叫我声大哥 北条豪在跟弟弟抱歉了以前的事情之后 就跟他说 良界的气量很大 你很幸运能遇上这么华丽的舞台 记得把自己的一切都发挥出来 然后好好享受赛车的乐趣 随后池田和北条豪在旁边观战 北条豪这时做了进一步解释 他是希望弟弟卸下中赋比赛 在消极的情绪下不会有什么精彩表现 弟计划之所以那么强 是因为他们一直很开心 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享受山路与赛车 池田听完之后有吐槽 你只是讲了一句好好享受 你弟要怎么联想出这些东西 而且神奈川县没有人觉得响尾舍会输 更何况他们还请了军师酒保 北条领则说 那个酒保指挥数据不懂美学 跟良界比起来差远了 我弟虽然会疑惑一阵子 但他最后应该是很理解的 讲到这里我们来对比一下 高桥兄弟和北桥兄弟 作者后期真的是很喜欢对称设计 首先两边家里都是开医院的 其次哥哥的驾驶技术优异 然后他们都会教自己的弟弟车技 并喜欢让弟弟猜谜语 而弟弟都属于感性型的选手 他们的开车习惯也类似 接着时间来到晚上8点 比赛正式开始 地图为春线 北条领先行起劫后追 这场比赛战略很重要 北条领的策略是低局甩开对手获胜 毕竟对本地路线熟悉车也有优势 不过他一开始有点迷茫 这个迷茫源自于大哥说的话 因为他是抱着毕胜的决心做准备 所以他不理解大哥想说什么 自己肯定是要背负不输的意志 起届这时有看出前车的迷茫 没多久他买到第二区间 北条领在这里逐渐提速 二四两个区间是他的优势区 二区提速打乱节奏 四区全力冲刺 是九宝一开始就制定了策略 起届也感受到前车变快了 好在这一切都在两界的预判之内 所以起届这时并没有慌张 对手的决胜点不在这里 起届如果跟着加速节奏就乱了 另外他一点也不慌的原因还有一个 不过还用的也是自然吸气引擎 所以他对这类引擎的特性印象深刻 而且良界说自己还有底牌没有亮出 另一边信思正在观景台犹豫 我还要再有班 为什么重要的时刻总是逃避 现在我有什么脸去比赛 我又要让别人失望了 此时沙雪和真子过来搭讪 其实信思一开始就注意到他们 尤其对真子的感觉特别好 而沙雪过来搭讪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觉得信思而拖耳有点像 沙雪介绍他们是飙车手 真子也表示自己很喜欢飙车 随后北条豪他们恰好经过这里 场面一下就沸腾起来了 信思不懂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真子这时又评价FD追得很累 但信思却看出NSX并不开心 FD则在后面笑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没多久比赛进入第四区间 在这一区间就没有必要保胎了 尽全力跟上或甩开对手才是关键 良界这时开始解释底牌是什么 这里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奇戒 首先良界非常了解奇戒是 越打越成绩的个性 这样的个性不大适合继承医院 所以他对奇戒会更严格一点 以那次奇戒动画FD为契机 良界开始了特别训练 而在最近这半个月里 奇戒发生了非必寻常的变化 他现在几乎可以没有误差的跑进规定时间 即使巅峰时期的良界 也比不过现在的奇戒了 这里一定要解释一下它是一个过程 动画省略了显态的一段回忆 奇戒本身有天赋又进行了非常多的训练 他每星期保赤城山跑100趟连续4个月 这已经超出良界给的范围 而超过1000多趟的特训结果是 奇戒也可以冷车合一了 他更能感受并把控车子的极限 所以说这里虽然是剧情需要 但奇戒的成长还是有一定过程的 再回到比赛 北条豪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他怎么跑都甩不掉FD 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15秒的优势说没就没 而且这场跑起来真的很丢脸啊 九宝在得知区间速度之后也震惊了 他现在明白自己被摆了一道 这场情报战是从神代穿线开始的 那时奇戒已经有了一定的特训成果 这里的关键在于他可以控制到 没有权力冲刺时看起来和权力冲刺一样 这样的好处有两个 一是更方便得出数据调整车子 二是欺骗对手收集假数据 另外在比赛的时候 奇戒也只会在决胜点冲刺 其余路段是按照流程来跑 而即使按照流程来跑也是很快的 因此对方才一直无法收集到准确的区间数据 所以这场情报战是55开 第一局比赛是平局 北条领似乎已经预料到了 他认为第二局弟弟应该会有所改变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束缚才能回到原点 另一边 九宝有跟北条豪道歉 不过因为北条豪跑出了自己的最快成绩 所以他并不认为九宝有什么失误 至于奇戒 他现在既开心又冷静 这是非常绝佳的状态 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 这一局奇戒一定要赢 因为拖到第三局他一定会输 涡轮引擎长时间运转 会因为乐衰节而马力降低 九宝这时也是这个意思 他是有上调过数据模型 所以现在的情况不至于差很多 只要能拖到第三局就行 然而车手始终有自己的想法 跟在后面的时候北条豪才发现 原来奇戒开得这么好 而且他明显保留了实力 北条豪很惊讶 竟然有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他逐渐被奇戒的驾驶所吸引 自己的节奏也和对方一致了 同时他很清楚奇戒会在某一点发起攻击 目前所有一切都已经超出预计 再次迷茫的北条豪想起了当初 大哥一直在给自己建议并鼓励自己 那时他没有顾虑而且跑起来很开心 终于他有点了解大哥的意思了 既然眼前的对手比自己强 那再荒也没有用 换个角度来说 这恰好是提升车击的好机会 没错北条领就是这个意思 不同于池田那种有香柔味的领悟 北条领的本意更还自欺一些 有人比你强就努力超过他 这不正是公路赛的原点吗 该准备的事情比赛前早就弄好了 比赛一开始直管猛冲就行 今晚让肾上腺素的血中浓度越高越好 当奇戒他们再次经过观景台时 千块和叙事待发的北条领 身子也被这场比赛感动了 随后奇戒开始发起攻击 地点和第一局一样非常公平也十分自信 转子发动机开始发力 两位车手正全力冲刺 此刻就是最纯粹的飙车 奇戒要努力甩开追击 北条领则要尽全力跟上 然而这正是九宝最不愿意看到的 一方面是担心北条领的安全 另一方面是这样根本赢不了 那从一开始九宝就在避免追逐战 按照赛场的方式跑就可以了 只要撑过第二局就能赢 然而北条领已经放开了 前面有人跑怎么可以不追 公路赛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 渐渐的北条领越追越快 他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风景 也踏进了从未进入的未知领域 而此时拓矮开始热身 因为他是人车合一 所以热身约等于热车 他预感第二局就会结束 他还说很佩服奇戒 可以在比赛前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回到比赛 北条领努力减少差距 可惜的是奇戒实在太快了 最后北条领因后轮打滑而失误 上波赛也就将结束了 漫画这里还有一段 奇戒这时能保持着油门不放 因为他要多享受一下这趟远征之旅 这一天奇戒留下了传奇班的记录 这足以证明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其实输家和赢家只有一线之隔 这一次山路女神选择了奇戒 或许是因为他对山路更加热爱与执着 结束后北条豪彻底改变了 北条领很期待他之后的成长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场比赛 86对86 先简单归纳一下拓海的对手信思 这个人感觉很像最初的拓海 信思的爸爸是职业拉力车手 但过世得早 他留下了一辆爱车双门86 小时候信思就跟妈妈一起上下班 妈妈每天开着86王盘春线 信思也在副驾驶上记住了所有路线 他的空间记忆能力特别强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 下山的回家路都由信思来开 这主要是因为信思想让妈妈多休息一下 晚上那个点路上也没什么人 而为了让妈妈能够安心睡着 信思自己研究出了无刹车跑法 下山时不爱猛踩油门 主要是利用惯性动力顺滑过弯 妈妈几乎感觉不到横向距离的变化 每次信思开车妈妈都能睡着 这里对应拓海的水杯练习 另外这条路信思已经熟悉12年了 他能完全记住路面的每个弯道每个细节 甚至在不同天际下的情况都一清二楚 这里对应拓海熟悉秋明山 而且信思的时间还相对长一些 对信思来说开车就像玩游戏一样 大约一年前北条豪发掘了信思 他开始教信思相关的基础知识 不过信思一开始是不大愿意比赛的 但这家伙在观景台看到了真子 他对真子有种莫名的好感 随后他得知了真子曾经输给拓海 在发现真子会崇拜基础好的车手之后 信思就也想做这样的英雄 上坡赛的第二局引爆了观景台的热情 在这个环境下信思突然发现 开车或许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后他就开着86区比赛了 走之前他还跟真子说 请留在这里看比赛 我有可能打败拓海哦 来到现场之后信思说自己想做英雄 北条豪则让他进行发挥享受比赛 注意北条豪这时的态度已经变了 比赛前再讲几个点 那天晚上美加无心练习高尔夫 他回家去等拓海的比赛结果 而文泰这边发现自己的钥匙包坏了 这是从买86起就一直在用的 文泰顺便把他给扔了 这个寓意就很明显了 回到现场 剧情解释和车子的差别 拓海和信思开的都是囤鲁诺 只不过拓海开的是1983年小巷 不是1983年的三门 而信思是1985年的双门且带有尾翼 理论上三门更适合赛场 多时玛丽并不是关键因素 了解完这些之后 我们来看最后一场比赛 由于对信思有绝对自信 所以九宝提议先行一局定胜负 李昂介则跟拓海说尽最大权力 随后比赛正式开始 拓海在第一个弯的时候就发现 对手过弯怎么可以这么快 三个载完之后就累积了一定差距 不止如此 信思还一边开车一边哼唱 对他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 说明下这里主要是跑法的问题 信思的过弯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是最精准的抓地走线 拓海用的则是惯性飘移 剧情有安排精一做进一步解释 飘移过弯是拉力车手的善用技法 在越野赛中这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但他同时会损失一些速度 跑赛场的时候大家都选择抓地走线 因为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而且赛场的环境也相对安全 跑山路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大家基本的会留一些安全距离 除非有人可以把山路完全背下来 而这个人正是信思 经过12年的反复记忆 他已经做到了人车路三合一 所以他可以不浪费轮胎的跑出最佳路线 但也仅限于这条路线而已 拓海这时也发现了 对方并不是出弯或入弯块 而是整个过弯都很快 拓海现在只能在直线追上 可终点都是密集的技术弯道 他在那里一定跟不上 想到这里拓海稍微有点着急 接着又过了一段路 东堂熟的人有发现 信思踩刹车和跟子看起来很敷衍 但松刹车点却精准无比 反之拓海虽然各项技术都很熟练 却给人一种已经用尽全力的感觉 拓海这时也感觉到了 他不觉得这是车子性能的差异 难道问题在于自己 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应该是本系列最大装逼现场 信思打当给拓海让路 来 你先走 我要看你的飞翼 拓海此刻无比惊讶地超了过去 没有人知道信思为什么这样做 球宝这时很怕自己混不下去 北条豪则认为这样还不错 信思换位置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 他第一次对别人的驾驶技术感兴趣 这一战说不定会帮助信思成长 而且他应该有自信可以超回去 两届这时也是觉得没有问题 这场比赛一定要出现变数才有可能翻盘 在回到比赛 拓海稍微迟疑了一下之后 就立马调整状态继续前进 毕竟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一段时间后信思并没有看到翅膀 既然看不到那就没有被要跑在后面了 信思特别选载了观景台前超车 就在拓海刹车路弯的时候 信思直接从内线切入 他还把拓海给撞开了 没有人想到信思会在这里超车 这个发夹弯的路弯路线是S型 且只有一条路线可以走 正常人是不会选择在这里并排的 而信思选择在这里超车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给真子修一把 另一边针对这一次反超 两届和北条豪的态度明显不一样 北条豪是觉得太早了 这样会让对方有机会反击 两届是认为现在反而可以逼出拓海的潜力 当时拓海应该处于保胎的高速悬崗模式 被对手进攻也不足为奇 他现在应该会重新调整并反超回去 此刻真子也是这样认为的 而且他说出了关键的一句 只要拓海能保持谦逊的态度接受 那他应该能再次觉醒并重回原点 没错拓海这时承认了信思确实很强 之前或许是因为对方比自己小 再加上从比赛开始就惊喜不断 拓海一直没有使出一个绝技 那就是吸收对手的车技 而此刻拓海开始用一样的速度路弯 距情在这里对应了对兵C121弯道 春线也有一条类似的高难度弯道 和当初一样拓海跟着对手完美过弯 只是由于方式不同 轮胎会有点吃紧 另一边北条豪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况 过去从来没有人可以跟上信思 而现在信思会重塑自己的价值观 九宝这时也发现北条豪变了 以前只在意输赢的他 现在开始关心信思的成长了 回到比赛 信思逐渐失去了自信 他是第一次遇到能跟上自己的人 曾经他很骄傲自己跑得很快 妈妈则跟他说要谦虚一点 当时信思对此不以为意 另外信思一开始并不想比赛 他有说只要提到比赛 平常温柔的好哥就会变得非常严肃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 信思的性格并没有很坚强 一旦失去自信 他极有可能选择逃避 而此时拓海已经发现对手的弱点 只见他使出了关灯纱 随后切线并排开灯入弯 并排开灯是为了提醒对手 路线已经被他给占了 不要撞过来 拓海终于发现 信思的置身关键在于熟悉路线 他能在理想的路线上开得很快 但只要偏离路线就不行了 因此拓海才使用了这一招 超车时信思终于再次看到86的翅膀 在黑夜中他是如此的耀眼 不过这一次拓海反而帮助了信思成长 信思这时认清了自己的弱点 频繁、自大、得意忘形 但他唯独不想输掉这场比赛 因为这是他唯一自尽的地方 他不想在这条路上输给别人 接着剧情解释了一个情况 由于信思几乎属于云速过弯 他四个轮胎的横向距离是一样的 而拓海采用的漂移技术 会对前轮的负担比较大 所以同等情况下 拓海的前轮会先撑不住 此时信思发现了这个问题 拓海已经无法完全阻挡路线 因此信思开始了疯狂的抢线攻击 只要拓海转向不足 他就会冲上去尝试 事后在阿树他们的竞争下 信思成功挤掉了往外漂的86 他终于抢回了自己的最佳路线 尺骨和剑鱼都不敢相信 阿树还是老样子坚持拓海会赢 这时剧情祭出了最后一项绝招 那就是86的心脏高转速引擎 原来在第一计划开始的时候 两界和松本就调整过这个引擎 加大中断扭力让出力更为平顺 9000转就能接近最大马力 再踩上去马力不会提升很多 但是这能保证车手 在某些区间不用换挡 反之对手换挡一定会损失一点时间 练习时两界要拓海找出 所有不用换挡的地方 并跟拓海说这是最后的手段 能不用最好别用 但此刻拓海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86也表示最后一集的无所谓啦 随后拓海再次使出关灯杀 他开始一点点的抢回路线 注意这里有个碰撞不是拓海故意的 是信斯靠过去时没有看到 而由于后轮还有抓地力 所以出弯加速拓海没有输 两辆车就这样在狭窄的弯道并排抢线 信斯以为路线受阻所以被迫减速 在几个连续弯道过后拓海又抢回先机 然而整个过程拓海由于太过专注 他一度忘记自己关了大灯 直到超过信斯前方没灯的时候 拓海才想起要开灯 这时就只剩最后一个弯道了 开灯瞬间才发现转速超了 同时引擎爆缸轮胎锁死 86打滑回转 同一时间信斯也朝一样的方向回避 紧要关头拓海在回转180度之后 断开离合解除锁死 让轮胎恢复抓地力 86就这样顺着坡度和冲力滑向终点 这场五度异味的传奇比赛终于结束了 在富士山的见证下 地计划完美落幕 接下进入赛后剧情 这一次的曝刚没有让拓海失落 因为他觉得86也是张响的 而在阿树过来拥抱拓海之后 动画贴心地给出了一个以往对手的镜头 至于信斯虽然比赛输了 但北条好很期待他之后的成长 接着美加收到了拓海的邮件 隔天拓海收拾好了86 他打算让86一直停在家里 两个礼拜之后 第一计划在赤城大早举办解散仪式 所有人都非常的开心也又不舍 10号还说已经有职业车队 向奇借和拓海发出了邀请 又过了一个礼拜 梁姐去祭拜了相知 到这时我们才得知第一计划的地 除了梦想Jim的意思之外 对梁姐来说还有钻石的意思 到此正片剧情结束进入尾声 奇借开始参加职业赛了 拓海因为和运输公司有合约 所以他要再等一年 阿树持股见恶还是老样子 美加走向了自己的职业之路 真姿也在动静为梦想而努力 沙雪有去帮他加油 梁姐则继续入色心的苗子 板金兄弟依然相处融洽 文太和优衣偶尔小聚 至于拓海他开着聚戏吧 已经掌握了单手操盘的要领 片尾的时候他与一辆红色GT86擦身而过 那辆86的车牌日文谐音为 86谢谢你 我是全书 虽然故事到此结束 但年轻人今天能再不断及时 并执着地奔向梦想 你是否也是其中一个呢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见